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那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I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 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 使我得到的更多 Hey John 以前我们谈到说 Generation gap 我们谈到代沟 那现在我觉得 这个世代跟世代之间 已经不是不了解的代沟 已经到了很多的 有些时候已经到撕裂的地步 在我们台湾 在香港 甚至在美国 在欧洲 好多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议题上面 世代之间不止意见不同 而且有很大的冲突 有一次就有一个学生跑来问我 他就说 王老哥 你会不会觉得 上一代把我们的好运都用完了 把我们的机会都用完了 这其实是很多很多年轻人 他们这样的想法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想法 其实圣经里面有讲到 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 就讲到说 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要转向 父亲免得我来救主遍地 其实我们可以去思想 为什么父亲的心需要转向 儿女的心也需要转向 意思是说 他们现在都没有在转向 其实描述的是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光景 那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要思想 起初神起初的设计 在两代之间 原本是要转向彼此 因为神的祝福 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转向 或者我们常用的一个词 叫做尊容文化 A culture of honor 这个honor 其实是非常重要 在两代之间的关系当中 而且这个honor 不只是关乎我们家庭 两代之间的关系 这个honor 其实在十节里面的第五节 也提到 当我们孝敬honor父母 其实跟我们长寿 还有跟我们在神应许的 所谓的命定里面 是有直接的关联的 你这牛顿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能够看得更远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与其认为上一代 把我们的机会全部用完了 或是上一代留下了很多的债务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重担给我们下一代 倒不如去思想 其实我们真的是站在 很多很多人他们的肩膀上 那有这样的一个看清 其实某种程度 你必须要活在一个尊荣的文化的里面 是 从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可以说 人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层次里面 那第一个层次是 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 我们都活在一个咒诅的一个影响当中 汗流满面材的糊口 对不对 第二个层次叫做撒种跟收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要 从我这个世代 我努力开始带来的果子 可是第三种层次 其实是神 应许我们要活出来的层次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里面 其实就是在继承产业跟祝福当中 也就是牛顿所说的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意思是说 我的开始的起点是什么 是我上一代的天花板 是我现在的地板 所以尊荣上一代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很多人常在谈到说 你看摩西是怎么样子的 成全约书亚 以利亚是怎么样的 成全以利沙 然后保罗是怎么样成全提摩太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约书亚是非常尊荣摩西的 以利沙是非常尊荣以利亚的 所以你看 以利亚不管去到哪里 以利沙都紧紧地跟随着她 而且当以利亚被接走的时候 以利沙都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他真的是视以利亚为他的父亲的 你会看到保罗怎么样说提摩太 他说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 待我好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人 他们对他们的上一代 是有一个很大的尊荣在里面的 把他们视为是他们的父亲 甚至其实耶稣基督 都尊荣比他才大六个月的事情 他说我应当要接受你的洗礼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尊荣 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 可是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经文 父亲的心转上儿女 儿女的心转上父亲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其实孩子的心都转上父亲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somewhere along the way 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他转离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转离 那我们可以有几个角度来思考 我觉得转离其实很大的一个因素 其实因为他开始对父母亲失望 可能对父母亲有些的期待 然后父母亲在养育他们过程当中 他开始经历到一些的东西 感觉到挫折 感觉到受伤害 以至于他开始心里面有苦毒 跟对父母亲的不饶恕 然后开始慢慢地把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心 为什么 其实说真的 当你受伤害的时候 你为了要帮助你自己可以好过一点 其实孩子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他就把他的心关起来 他把他的心关起来 那一刻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 他的心已经转离了父母亲 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事件 让孩子的心在不知不觉当中封闭起来 而且在封闭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还会显意识的 甚至不知不觉的在论断父母 他们在说什么 其实你根本不配做我的父亲 根本不配做我的母亲 你这样的伤害我 当他们在心里面这样论断父母的时候 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的时候 他们同时间也停止 拥有一个儿女的心对待他们的父母亲 虽然还在家里面 虽然还是属于孩子 还是从父母的角度 他们还是住在家里面 还是儿女 可是他们的心早就已经没有在做儿女了 所以因着苦毒的缘故 因着不饶恕的缘故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会被淋 我们的心会转离我们的父母 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另外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孤儿的灵 还有一个独立的灵 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孤儿的灵 跟一个独立的灵 这个孤儿的灵其实是什么 孤儿的灵是来自于这个无父世代所带来的咒诅 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人了解我们 没有人真的爱我们 我们发现父母亲的爱不是无条件的 我们觉得到那种孤单 那种不被谅解不被理解的感觉 那独立的灵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们里面的骄傲 那某种程度其实我们也想证明给人家看 没有你们的帮助我自己也可以做到 我们想要尝试用我们自己的努力 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马太夫人第十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说的 他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差我来的天赋 如果接待先知的就得到先知的赏赐 接待义人就得到义人的赏赐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尊荣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尊荣这个人 其实也是尊荣在他背后的 我们尊敬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长者 不管是父亲也好 是教会的牧者也好 是我们在公司里面的老板也好 我们去学习尊荣上一代的时候 其实也在尊荣在他背后 给他这个权柄的主耶稣 还有差派他的天赋 所以其实尊荣人 也是在尊荣耶稣 也在尊荣天赋 第二个我们尊荣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得到他的赏赐 其实我最喜欢的服侍之一 是我很喜欢做讲员接待 因为我能够去尊荣服侍神的长者 他服侍神30年40年50年 他有好多好多的牺牲奉献 透过我尊荣这个人 我仿佛参与在他所有的牺牲奉献里面 当我去尊荣他的时候 我会看见他所看见的 我会拥有他所拥有的智慧 所以尊荣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在尊荣上面学到最大的功课 就是尊荣就是看到一个人生命中的宝藏 看见他的珍宝 当我不尊荣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价值 我觉得他老了 他根本他的想法已经很僵化了 他好像就是这个也不敢 那个也不敢 这个觉得不可能 那个也觉得不可能 可是如果我尊荣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我看见他生命当中是有珍宝的 他的智慧 他的经验 他的稳重 他的全面 马克图恩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马克图恩说 他说我14岁的时候觉得我的爸爸超级笨 笨到我没办法容忍他在我旁边 他说等到我21岁的时候就发现 我爸爸怎么在七年当中学那么多的事情 其实不是他的爸爸在七年当中学了很多事情 其实在他那七年当中发现 他的爸爸所说的是有道理的 尊荣就是这个样子 看见别人生命当中的珍宝 可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学习 用尊荣的眼光看待我们周遭的人 特别是我们上一代的人 其实是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表现导向的社会 Everything is about productivity 都是关乎生产力 你做了什么 配不配得我尊荣你 我们会看不起别人 会觉得人家很差 或者是像马可图温一样 觉得他爸爸很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这样 我不觉得你有什么生产力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 你要知道我们的社会 其实对年长 对长者 是没有很高的评价 对至少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他们觉得你都已经退休了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最缺乏的一个敏锐也好 一个眼光 一个尊荣的眼光 就是看见到虽然他们现在感觉上 不像一些年轻的人这么有活力 这么有生产力 可是他们里面有非常多隐藏的宝藏 这是如果我们不透过尊荣的眼光 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看见到的 我还记得一个故事 你知道我们都很熟悉的 Ryhart Bonke 不永康牧师 不永康牧师 我们都知道他在非洲办几百万人的步道会 对不对 就会上百万人的绝志得救 他其实分享一个故事 他分享就是当他还年轻 刚刚从圣经学院毕业的时候 他有一次去到George Jeffery的 这个步道家的家里面 请求他为他祝福祷告 那这个George Jeffery 这位老牧师 其实他在他的晚年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步道了 他已经在躺在病床上面 其实说真的 从很多人的眼光 他已经是过时了 已经没有那一种很炫耀的一个服饰或者是影响力 可是你要知道 其实神常常把非常多的宝藏放在那个从人的角度看起来是不起眼的 甚至是已经感觉是过时的 可是不永康牧师 他却看见那个珍宝 他就去到他的床旁边说 George Jeffery牧师 可不可以为我按手祷告 我知道在你里面有那个步道的恩膏 请你为我祝福祷告 然后George Jeffery牧师就为他按手祷告 好像我听说这个故事 后来一个离来之后 George Jeffery牧师就过时 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恩膏 在他的服饰的里面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们看传统 一般年轻人看传统 都会觉得传统就是限制我们 就是拦阻我们 进入到更伟大更新的东西 可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传统 是因为过去 不可能 We don't just show up in a vacuum 我们不是在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当中 蹦就出发来 是有一个传统 传统有它可能不是那么美 那么善的地方 可是传统我们要有一个 appreciation 我们要对过去的历史 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欣赏 我们才能够继续在这样一个根基当中 继续建造起来 John 你提醒我一件事情 我已经遗忘很久 我第一次领受全职的呼召 有人告诉我说 神有呼召你 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先知 从德州来的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先知 我帮他翻译 然后他还组着拐杖 这个人叫Bob Buse 然后他就对我发预言 呼召我 就是到这两年当中 有一个影响我很深的人 有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 步道家一个老仆人 这个叫Roy Derman 这个人他已经去年 我接待他的时候 他八十九岁 然后他就最后结束了 他就跟我说 Pastor Ian 明年见 如果没有 明年没有见到我的话 就天上见 今年他又来到我的教会 来举办一支步道聚会 他已经九十岁了 他九十岁还在服势主 而且他的谦卑 他的信心 你知道他九十岁 他连办四天的聚会 那四天他进食 从早到晚的进食 九十岁 然后你知道 他坐飞机来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睡觉 都在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城市 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我看见他的爱心 九十岁了 他为每一个人 按手那个人倒在地上 然后他去看看 check他 是不是可以听见 可以看见了 他是整个人跪在地上 弯腰趴着他 我看见他那样子 耐心地去服侍人 为人按手 关心每一个人 关心他自己进食一整天 关心别人有没有吃饱 那这个 我从这个九十岁老婆人身上 我真的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从 很多的长辈 不管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 爸爸妈妈 在我们公司里面的长辈 还有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 牧者 领袖 长者 从他们身上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的 刚刚Johnny讲一件事情说 我们从一个生产力的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很有亮光 很有启示的一件事情 不过如果仔细想 就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现在看到了 是他的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你没有看见他的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他做多大的牺牲奉献 因为那些时候我们可能还没出生 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像他们一样 而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对待 我们希望得到怎么样的尊荣 那么其实跟我们今天所撒的种子 没有关系 我们其实如果能够用一个尊荣的眼光 来看待他们 那么将来我们也会被用这样的眼光 来对待 产生孝子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自己做了一个孝子 对吗 对啊 所以其实另外一个拦阻 我们没有办法用尊荣的眼光 看这些人 我们周遭的人跟我们上一代 其中一个很大的东西 就叫做贴标签 这样我们很喜欢为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人贴标签 一贴标签之后 其实我就不需要去认识他 也不需要去欣赏他 你看这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标签 包括他们是福音派的 是领恩派的 是不同派的 是分门 所以这些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一贴标签 我们再做一件事 其实我们就把我们心里的墙 组起来 意思是说 你跟我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来往 我也不需要跟你学什么 某种程度 其实在贴标签的当下 其实我们在论断 所以我们也会贴我们父母辈标签 你们不懂 或者是我们贴自己标签 我是约书亚世代的 我记得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一直讲 我们是约书亚世代的 你们都是摩西的世代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在我们里面孤儿的灵 让我们看的眼光 就在贴标签 你们不懂 复兴一定是从我们年轻人开始 复兴一定是怎么样 复兴一定是从台湾开始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 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孤儿的灵 让我们没有办法用神天国尊荣的眼光 去看待周遭的所有的人 所以其实我想怎么样子去发现 人的生命当中是有耶稣给他的尊荣 而且我们愿意因着这个 我们看见这个珍宝 而且我们去尊荣这个人 我们去款待这个人 这是很重要的 不管对我们自己家里面的父母亲 对教会里面的牧者 在公司里面各样的权柄的人 我觉得有四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做的 第一个是优惠 我们怎么表达对他们的感激 美国的克里斯总统曾经这么说过 他说人不是因为他所得的 而得到荣耀 是因为他所给出来的 当我们看到很多长者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是有很多的牺牲奉献 好像譬如说 很多人说冗民怎么样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些老冗民 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好多的工程 比如说什么中横公路 最危险的炸山 挖出这个山洞来 就是很多这些老农民 他们所做的 对吗 很多上一代的人 因为他们成为军人 他们在企业界 在经济上面的贡献 在政府里面的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这些东西 我们能不能试着 去对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 我们真的很感激他们 我们真的很欣赏他们 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第二个是 我觉得对上一代的很重要 是Listening and Learning 去聆听跟学习 我觉得上一代的人 他们其实说话的时候 是很有智慧的 其实John 你跟我 我们两个人有好多次机会 不管是聆听 在教会界当中的牧者 或者聆听企业界的人士 有时候我们听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所讲的那些东西 真的好精彩 所以我们如果愿意花时间 Listening and Learning 不要总是听到他们觉得 好像他们要讲 他们当年勇这个故事 我都听过了 如果我们愿意真的花时间来聆听 从他们生命中学习 这会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白髮是老年人的冠冕 强壮是少年人的荣耀 所以我们有强壮 我们有冲劲 我们有创意 有热情 有梦想 这个是少年人的荣耀 可是他们有智慧 有经验 有稳重 深思熟虑 这个是老年人的冠冕 是他们的尊容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愿意聆听 跟从他们生命中学习 是很棒的 第三个我觉得 Prayors 为他们祷告 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 提摩在前书第二章里面这样讲 他说我们要为万人 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常用这段经文去为 总统 为政府 为国家来祷告 可是其实他说 一切在位 所有有权柄 不管是在家里面有权柄 在企业有权柄 在学校有权柄 在教会有权柄 这些就是我们的长辈 他们是有权柄的人 为他们祷告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最后一个是三学 这个你是专家了 我们怎么带着一个孩子的心 我们怎么样对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 愿意聆听他们 从他们生命当中学习 然后常常为我们上一代祷告 而且对我们上一代带着一个孩子的心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任何决定组织或企业或教会 或是决定一个社会国家的未来的 是文化 那么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尊荣的文化 一个感恩的文化 那是很宝贵的 有一次我在讲这四个原则的时候 我发现这件事情 这四个字 第一个英文字母 如果加起来就是ALPS 就是阿尔卑斯山 就是ALPS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去尊荣我们上一代的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组织里面的文化 或这个社会的文化 去尊荣的话 我们就会像阿尔卑斯山一样的坚固 我们就不会看到 我们是动摇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用尊荣眼光 看我们的上一代 或者是周遭的人 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熟悉感 特别是对我们的父亲 太熟了 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太熟了 你知道熟悉感这个东西 其实是什么 我越熟悉的 我就越没有appreciation 对不对 所以耶稣在 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本家是什么 是不被尊荣的 因为我认识你 他们看到耶稣 你就是木匠的儿子 约瑟的儿子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认识你 所以我太了解你了 都没有新鲜感 你知道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以为的认识 常常会让我们没有办法 用尊荣的眼光来看待别人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从他们生命当中得到美好的产业 真的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是踩在他们的头上 你知道有时候很多时候 孩子们很喜欢开父母亲的玩笑 对不对 取笑自己的父母亲 觉得他们好背景 他们怎么这样子 那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 其实坦白讲 诚实说 当我刚回来台湾 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我看我自己的父亲周牧师 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 可是我怎么看就觉得 你就不像一个真正的一个 那时候我心中 有一个主任牧师的形象 那我看到我爸爸 我就觉得完全不是嘛 那我爸爸也说在家里面 你看他穿个吊嘎 然后我就觉得 那你知道有时候 我们教会的人会 有大爆料 那你知道有时候 真的就太熟悉了 你知道有时候 你知道我们教会 同工成岛的时候 我爸爸就会 在后面这样走来走去 以前刚新进的一些人 还认为 还误认他是我们的公友 你知道吗 他说那怎么有一个人 在那边一直走来走 有一个老先生 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 因为他整个的样子就不像 那再加上我是他的儿子 我对他太熟悉了 所以你知道以前 我们每一个礼拜 家庭聚餐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尊荣 尊荣的文化 也没有尊荣的眼光 神真的要赦免我们了 我跟迅光牧师 我们就常常在 家庭聚餐的时候 就告诉我父亲 说你应该要怎么做 你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就在数落他 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好像我们比他会做一样 直到有一天 真的是神帮助我们 开始真的是看见到 神放在他身上的那个位分 神帮到他身上的那个产业 我们开始愿意用一个 不只是儿子的心 真的是用一个尊荣的眼光 而且不只是看见到过去 我们觉得他 好像他的缺乏 而且儿子真的看到他的产业 看到神给他的祝福 神给他的恩高 神给他这些的 所有的恩典 我们开始说 哇 我们真的是何等的蒙福 而且只有当我们用儿子的眼光 有一个儿子的心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的看到这个产业 所以现在很多人常会说 你跟你的爸爸好像 以前我每次来跟他说 你跟你爸好像 我会觉得我干嘛要跟他很像 我不要跟他很像 可是你知道现在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恭喜 一个很夸奖 对啊 真的以前不懂事 真的是不懂事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周爸爸 来到我们的教会分享的时候 我们都感觉到 这样一个神的仆人 有一个谦卑的榜样 特别是有一次我们就说 牧师你怎么来的 我们接你 他说不用 我自己骑摩托车来 骑一台小绵羊 然后又停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然后穿得很简朴来 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建造在今天这个华人世界里面 非常有影响力教会的这个牧者 是如此的铅合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洛杉矶服饰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一次 然后要去洛杉矶服饱之前 步道之前我几乎睡不着觉 因为我竟然跟周牧师 还在同个房间里面 然后我就心想说 周牧师因为我知道它很有名的 就是五七成岛 所以我想说你的爸爸一定很早起 那么我是有一点夜猫子型的 我就想我完了 这样子让牧师发现 我这样很晚起睡太多不行 所以第一天我就六点就发现 你的爸爸 我等我起床的时候 我觉得六点已经很早了 对不对 我就没有看你爸爸 结果你爸爸就从门外走进来说 他已经去外面祷告了一大圈回来 在外面路上走一走祷告回来 我就想不行 不行 你要早点起来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发现你爸爸也已经坐在那边灵修了 然后第三天五点起床 我发现你爸爸也已经坐在那边灵修了 第四天早上四点半起床 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就发现我不要跟你爸爸竞争 因为他老人家睡得不着 那几天我真的看到一个生命 就是他那个跟主同在的生命 每天早上起来他亲近神 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办法忘记 他在那个床前坐在床上 圣经放在他的腿上 然后他读了一段圣经 闭上眼睛 开始默想神的那个话 到最后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就走到他的面前 我就说周爸爸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来建立这个教会的 那个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然后我就跪下来 让周爸爸为我做个祷告 我真的看见在他生命当中 有一个这样的生命 有一个这样的产业 其实我想那一天的祷告 对我来说祝福是很大的 那天那个跟他同住在一个房间当室友 从他看到他的灵修生活 他跟神的关系 这对我是有很大的祝福的 所以我觉得尊荣真的是 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 对啊 所以确实在尊荣文化里面 来尊荣我们的上一代 你会发现神的应许是什么 我们可以承接的 不是只是我们努力所带来的结果 而是什么 上一代 上上一代 历世历代 所有的产业 因着我们怎么样 做儿女 我们就可以白白地得着 只有一个活在爱里面的人 才能够去爱别人 只有一个知道自己是多么尊荣 有价值的人 才能够去尊荣别人 尊荣就是发现别人生命中的宝藏 当我们去尊荣我们的上一代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学到很多 我们从他领受很多 而且我们从当中会得到 很大的快乐跟满足 试试看从今天开始 找你的爸爸妈妈 找你的老师 找你的教会当中的牧者跟领袖 还有你在公司里面的老板跟主管 去表达你对他的感谢跟欣赏 聆听他 从他生命当中学一些事情 也为他祷告 很高兴和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在网路上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